终身大事也得考虑考虑了 这条件不要太高 不用长得太漂亮 最好会照顾人 妈 我大概喜欢反过来的 出来绿湾 你拿个保温杯干什么 老张刚给我打电话 约我打牌 打牌打牌就知道打牌 儿子都回来了 还有心思打牌 我已经陪了他好几个小时了呀 那行 九点以前必须回来啊 一定 好好照顾你妈 是 就知道打牌 儿子回来了 是 中午刚到 你们家仪徒正是越来越晒了 有女朋友了吗 工作太忙没够上 再忙嘛 终身大事不能耽误的呀 在外地工作就是这点不好 家长管不到 要是在本地工作嘛 孩子都可以上学了 就是就是啊 回头我看看有没有上海的 帮你介绍啊 你别忘了啊 再见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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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阿姨就爱操心 跟妈说说 下午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上次回家前 我跟男伙提了立职 但是现在还是回去了 其实妈这一辈子 最后悔的事 就是你高考的那个时候 非得逼着你报金融专业 你说我当时怎么想的呢 我就想着 我儿子分那么高 必须得考一个最热门的专业 不然那么多分就浪费了 后来呀 妈知道你偷偷地学了两个专业 可后悔了 你说因为我 白白费了多少努力 都怪我 儿子啊 跟妈说实话 你打算离职 是不是因为上次妈生病呢 妈 傻儿子 你又想多了 你以后做什么事啊 不用总想着 我能怎么样怎么样 管好自己就好 儿子 妈真的为你骄傲 你已经做得够棒了 我跟你爸啊 都被别人羡慕死了 答应妈 真的没必要 什么事都做得最好 我还没必要 嗯 儿子 终身大事也得考虑考虑了 不然那家阿姨总追着我问 说你家于途什么时候结婚呢 这条件不要太高 不用长得太漂亮 最好会照顾人 来 妈 我大概喜欢反过来的